火车汽笛的鸣叫打开了百年历史的前奏 1897年一座小镇因中东铁路而生 这便是横道盒子 海陵县制记载 该镇地处张广彩岭山脊东侧 山市高峻 山巒重叠 陵墓葱裕 横道盒子是牡丹江通往哈尔滨京的咽喉要地 清末因中东铁路修建而得到发展 在横道盒子79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拥有6栋国宝单位 256栋俄式建筑零次制笔保存完好 一如百年前的模样 生活在文物里是种什么体验 走进百年老宅 品一口热咖啡 清泻而来的阳光仿佛打通了时空隧道 成就了一次与过往岁月的邂逅 15个漆黑的大门扇形排开 在这里触摸工业革命的脉搏 这个被遗落的音符 在寂静的山剑里 也是东北虎的家乡 时而悠哉散步 时而登高远眺 时而嬉戏打闹 成群的东北虎 在这里尽享冬日暖阳 虎啸山林 走出人与自然和谐的交响 恒道合字 因铁路而生 因铁路而兴 高铁吉尺穿越临海雪原 百年沧桑之间 小镇迎来属于自己的春天